所以您的預期如果按照您的推行 其實延期應該更早 應該他早就有輕症在那裡的傳染 在目前各個媒體的消息也好 或者是學術研究的消息也好 像學術研究的報告當中 最早的有症狀的人是12月1號 那是在論文裡面 那甚至有些學者在推論說 那如果12月1號發病 那他感染是什麼時候 14天或者是5天以前 可能是11月 所以搞不好11月就有了 然後如果根據在新英格蘭瑜伽雜誌 發布的這個消息 還有這個衛健委他們發布的消息 在41個病人當中 有將近兩成到三成的人 是沒有到過這個野味的市場 那這樣子就告訴我們一個東西 他沒有去這個野味野生動物的市場 所以有一個講法是說 其實那個只是一個擴散點 擴音器社區裡面已經有感染了 剛好這個病毒跑到了野味市場裡面 在野味市場裡面把它當作擴大器一樣 Amplify 把它擴大自己而已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源頭 所以對於這個源頭的追尋 我是覺得目前有一點困難了 但是什麼東西就說 對於這個野味的市場 今天一員精神的いや好 那麼動靠